大家好,我是YG500周月预测 今天是6月22号 今天要来预测一下7月份的比特币的价格走向 他今天的价格是2万 这段时间虚拟货币的行情,比特币是大跌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相当的害怕恐慌 不知道它的底部在哪里 什么时候到来 那么我们来追踪预测下 本频道对4个虚拟货币,比特币,一太坊,二狗币,大狗币 4个虚拟货币是追踪预测的 不但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追踪预测 如果你对虚拟货币感兴趣的话 那么不妨关注下我的频道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讲解一下 7月份他比特币的价格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6月份不行 我在十多天前 说6月份下旬的比特币会上涨 错了 但是我在我的群里面有补充说明 总体而言 在视频上面的这个 比特币的6月下旬预测错误 但我在群里面有补充说明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7月份 他比特币的价格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大盘目前正处于低位价格运行 在7月份 不会有上升的动力 建议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装甲也没有能力拉升价格 大的环境如此 装甲也没有能力拉升价格 行业内部的机构 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打算 所以总体而言 7月份的比特币行情价格 依然是低迷的 假如有什么消息传来的话 不会是好消息 只能是坏消息 所以很多的币友们指望7月份 比特币的价格是不是能够上涨 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回答你 不会 其实我心里面也指望 比特币它能够在7、8月份 能够上涨 记得在半年前 我所预测的比特币的价格走向 它在秋冬季节有一波上涨 假如它真的在秋冬季节 有一波上涨的话 那么这段时间 或者是这个月下个月 就应该有一些些反弹 的这样的接向了 但是就这个卦象而言 7月份的比特币 它没有上涨的接向 它不可能上涨的接向 它依然是在低位运行 这个价格依然是低位运行的 所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传来 所导致的价格上升 所以你不要指望 建议你要有心理准备 主力资金也已经到了困难时期 是指比特币的这个大盘的主力资金 也已经到了困难时期 总而言之一句话 7月份的比特币价格还是低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祝大家发财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具体的细节 大的方向我告诉大家 具体的细节 发在我的收费群里面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观看